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习近平 从当日抵经对中国进行访问的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、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两国领导人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 持续推进半岛问题、政治解决进程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 委员长同志在2019年新年一时 两国迎来建交70周年之际访华 充分推动中朝关系 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不断创造新的伟大成就 会谈前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为金正恩举行欢迎仪式 会谈后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为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 举行欢迎宴会 习近平总书记夫妇和金正恩委员长夫妇 还共同观看了文艺演出 一把沉通过来文艺权明方的编画 感谢观看